我原来手臂上有很多凹凸不平的小哥的 他们也叫鸡皮草莓皮 现在已经完全的平滑了 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扰 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鸡皮到底是什么 它是怎么形成的 有哪些成分和产品可以治疗它们 哈喽大家,我是穆迪,欢迎回到频道 和我一起科学护肤,理性种草 鸡皮是什么 鸡皮的学名是毛周狡化症 Keratosis pilaris 把它分开来先说什么是Keratosis 它是狡化病 你的皮肤细胞在你的毛孔周围堆积异常 有厚厚的凸起 Keratosis pilaris呢,简称KP 它的特征是在你毛孔周围覆盖了一圈白白的皮屑 然后皮屑中间呢,还有毛孔处有红斑 就凹凸不平的小哥的 我们也叫鸡皮,也叫草莓皮 它是你的角质层 角蛋白,这个Keratin分泌过剩 阻塞了毛孔,阻塞了毛囊 现在皮肤科医生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 说它是如何形成的 可能是遗传产生的,比如说你父母那辈他们年轻时候就有很多的鸡皮的话 你可能也会有 然后它通常发生在30岁之前,也就比较年轻的时候 你皮肤油脂腺分泌比较旺盛 新陈代谢还比较活跃的时候 那到30岁之后,可能即使你不治掉它,它也会慢慢消失掉 我还年轻的时候 我还年轻的时候 我的上臂全部都是鸡皮 咯咯哒哒的一片 当然我也有一些措施了 现在是完全平滑了 我最开始的时候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还用手去抠 千万不要 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得毛囊炎 正确的方法是用化学去角质刷酸来改善鸡皮 我们熟知的有BHA水洋酸 AHA果酸 还有Renoyd A醇A酸 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方法 在我身上非常有效的 就是一定要做好保湿 很多鸡皮是伴随湿疹一起发生的 那有些湿疹是因为干燥的原因 我大腿内里原来就有很多鸡皮嘛 我就没有用任何的去角质 我只是很认真的每天涂没有香料的身体乳液 然后过了一个月 它就自己消失了 保湿是去鸡皮非常有效简单的方法 再说刷酸 那这三种 我最喜欢的是HA和BHA Renoyd呢我不太推荐是因为它的刺激性比较大 如果你本身是伴有湿疹的话 可能会让症状更严重 或者你可以找一些低浓度的A醇混在你的身体乳里面也是可以的 千万不要拿你很浓的很高浓度的A醇A酸的精华直接往身体上涂 果酸AHA就有很好的去鸡皮的效果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化学去角质 可以促进皮肤的新细代谢 用完之后你皮肤超级的光滑 并且果酸呢 它的分子是很小的 水溶性的更好的渗透皮肤 对中性和中性偏干皮非常友好 那我非常喜欢First Aid Beauty这一套KP Bump 它是专门的鸡皮系列 里面有10%的果酸AHA 上面还写Safe or Sensitive Skin 非常是个敏感肌 它是一个甘醇酸和乳酸的结合 并且它里面添加了很多舒缓的成分 所以我用下来没有任何刺激 比如说像维生素液 小白菊 绿茶 甘草 还有甜抹药 舒缓 调离你已经受损的肌肤 这款磨砂膏呢 它是带有颗粒的哦 所以相当于化学去角质 加上一个物理去角质 它的颗粒算比较大颗的 所以我不建议太频繁的使用 一周用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同系列的还有身体乳 也是KP10%的果酸 主要是用的乳酸 但乳酸相对来说比甘醇酸刺激更小 更适合长时间停留在皮肤上 而且它添加了尿素 尿素我超级爱 是一个很好的改善皮肤干燥的成分 并且有研究证实呢 大于10%的尿素是可以直接改善鸡皮的 像神经鲜胺啊 绿茶等等就和这个磨砂膏里面一样成分 也添加在了身体乳里面 Fercibeauty的瓶替呢 我有推荐 几乎跟它一样 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Amlectin 12%的乳酸 这款我想大家在超市啊 或者你去Costco的话 经常会看到 很大一瓶这种按压妆的 它的成分超级简单 只有像乳酸 矿物油 甘油 然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保湿剂了 非常适合敏感肌 皮肤很容易泛红过敏的 经常会骚痒的 Amlectin有点像CeraVe或者Cetaphil 属于家中旅行 必备良品的 如果你觉得皮肤哪里 有点粗糙啦 就可以重点去涂那个 然后去角质的身体乳呢 其实也有让皮肤亮白的成分 比如说你夏天晒黑啦 皮肤感觉有点暗雅 很暗沉 对吧 我们脸会暗沉 身体也同样会暗沉的 一周一次定期去角质 你的皮肤就会非常的健康 光滑有光泽 BHA水洋酸也是一个 很好的去鸡皮的成分 因为它是指溶性的嘛 可以更好地深入毛孔 像我刚才说 鸡皮是毛囊阻塞嘛 所以它相当于把毛囊那些 脏东西多余的角质全部给拿出来 这样你的皮肤就没有鸡皮了 非常光滑 清洁类呢 我推荐了无数次的 CeraVe Essay Cleanser 它不仅可以用在面部哦 身体也可以 改善你皮肤干燥 粗糙 凹凸不平的肤质 非常温和 我用在脸上都没有任何过敏的情况 如果你放在身体上呢 记得大概要停留个30秒 让这个水阳酸去作用到皮肤里面 然后再洗掉 它是没有任何颗粒的 因为是面部截面嘛 纯纯的化学去角质 非常的温和 你一周想多用几次也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水阳酸这种东西是 作用于无形 就不知不觉中 你的皮肤就平滑了 变好了 更加有光泽了 并且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tips BHA是可以洗你的腋下的 可以去异味 减少黑色素的沉积 像一般的沐浴液是很难清理 有异味的地方的 但是水阳酸就可以 它这种深入毛孔的效果 是其他沐浴液做不到的 然后它还可以去暗沉嘛 用一段时间 你的腋下就没有那么黑黑的了 你之后再穿背心啊 任何场合可以随意挥动你的手臂 当然CeraVe是含有透明质酸 神经鲜胺的 CeraVe Ceramize 三种神经鲜胺 在他们家所有的产品里面 恢复和维持你皮肤的天然保湿屏障 所以即使洗完以后 你也完全不用担心有任何干涩的感觉 宝拉甄选 又一款专门针对鸡皮的身体乳 有2%的BHA 也是去除多余的死皮 堆积层 比较轻薄的那种啊 不像很多 为了给你保湿 是那种乳霜状的 它是身体乳的形状 很好吸收 出油的 有痘痘的 尤其像后背 容易起痘的 都可以用这款BHA身体乳 然后它的平替呢 是Servi的Ice Lotion 刚才刚说的是Servi的Cleanser嘛 洗面奶嘛 那Servi还有Lotion 身体乳 那这款水洋酸身体乳呢 没有宝拉的浓度那么高 所以它相对来说更加温和 适合不太长痘痘的皮肤 如果你只是针对鸡皮 干燥的位置 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也是质地非常的轻盈 乳液状的 很好吸收 三种神经鲜胺 一瓶搞定 去角质和保湿 你可以同时拥有 然后是AHA和BHA在一起的 我刚入了一套 最新出的SkinFix Resurface 磨砂膏跟乳液 先说磨砂膏好了 里面有5%的甘醇酸 和5%的乳酸 然后它和 我刚才说的First Day Beauty的KP 那个磨砂膏很像 是物理加化学的磨砂 然后我这两天有试哦 我感觉它比那个要好用 主要原因是 它的颗粒没有那么大颗 相对来说比较温和 然后洗完皮肤超级的滑 洗完以后有超级的亮白 我当时洗完 我洗了一条腿 跟另一条腿对比 简直就是两个颜色 我这个盒子还留着 它说这里面是有竹子的磨砂颗粒 可以biodegradable 就是可以溶解的 所以对环境也没有什么污染 我目前还蛮喜欢这个的 然后这个乳霜呢 我觉得是OK啦 我有试觉得有一点点的厚重 非常的保湿 非常的锁水能力很好 然后我不太喜欢的是 因为它是一直放在身上的嘛 是停留的这种 不像洗掉似的 那里面又添加了一点点的 柠檬皮的提取 有一点点刺激的成分 那我觉得如果你只是鸡皮就还好 如果你的鸡皮是伴随湿疹的话 那可能就不适合了 因为湿疹我们是要用完全的dermatology tested 完全的没有任何过敏成分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改善鸡皮的方法 鸡皮不是什么很严重的病啊 大家也不要害怕 即使它一直在那里 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千万不要用手去抠 以免发生更严重的过敏反应 谢谢你们收看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给这视频点赞哦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